烽火系诸侯 周玄王死了以后 他儿子及了王位 就是周幽王 公元前781到771年 这位天王什么国事也不管 光讲就吃 喝 玩 饿 除了酒肉 就是女人 他打发人上各处去找美人儿 国家大士亚根儿就没往心里割 谁奉承他 他就喜欢 谁劝告他 他就头疼 顶叫他头疼的是赵书戴大夫 因为他乍着乍杀四生 胆子揍了一本 说 这惠儿正是国家有难的时候 地震 山崩 饥荒 这么些灾害都有 天王应当想法子 找些能干的人来办事 才是正理 怎么能在这会儿去找美人儿那 周幽王不听这话也就罢了 他反倒恼羞成怒 隔去赵书戴的官职 把他轰出去了 这本来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省得别人再去唠叨 没想到惹起了另外一位大臣 叫包相 包一生险三生 他凭着一股忠诚的劲儿 去见天王 说 天王不怕天灾 不问国事 反倒清净小人 轰走大臣 您这么下去 咱们的国也要保不住了 周幽王挺生气 也不乐意跟他争 吆喝了一声 当时就把他下了监狱 从这儿起 再也没有人敢劝他了 包相在监狱里待了三年 眼看着没有放出来的指望了 他家里的人一直给他想法儿 他们想 天王既然顶喜欢美人儿 我们得在这上头打主意 他们就上各处去找美女 还真给他们找着了 他们花了些券 薄 买了一个顶好看的乡下姑娘 小姑娘怎么也不乐意 哭哭啼啼 就是不走 他爹娘给穷逼的没有法子 不肯错过这笔好买卖 一边哭着 一边劝女儿发发小心 照顾照顾他们 这又穷又苦的老两口子 小姑娘叹了口气 一咬牙 跟着人家上京城里来了 包家把他训练了一下 教了些歌舞 把他献食周幽王 算是来书包相的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挺出名 第美人儿包四C四生 周幽王一看见包四 那谷子高兴这儿就不用提了 包四那份儿漂亮 他梦也没梦见过 他觉着宫里头的美人儿都夹到 一块也抵不上包四的一丁点儿 他当时就免了包相的罪 把他放了 从这儿起 天王日日夜夜陪着这位天仙 把他看成心肝宝贝儿 周幽王这么宠着包四 包四可不喜欢他 他是个苦命的女子 被人家买了来听人家摆布的 从他进了王宫 就老放皱着眉头紫 连笑都没笑过一回 周幽王想进法子 要他开个笑解 他可怎么也笑不出来 天王就出了个赏格 有谁能否娘娘笑一下的 赏他一千两黄金 这赏格一出去 就有好些人赶着想来发财 可是他们光能叫包四生气 有的简直给他骂出去 有一个顶能奉承天王的小人 叫国师傅 孤偶二生 挺有点小聪明 还真给他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来 他对周幽王说 从前的君王为了 防备西戎西方游牧部族的总称 也叫犬戎 侵犯咱们的京城 就是搞京 在陕西省 长安献西 拷号四生 就在离山 在陕西省 林铜县东南 那一流起遭二十多座风火台 万一敌人打进来 就一连串点起风火来 让铃静的诸侯瞧见 好出兵来救 这会儿天下太平 风火台早就没有用了 我想请天王跟娘娘 上离山去玩儿几天 到晚上 咱们把风火点着 叫诸侯们上个大当 娘娘见了这么些兵马 一会儿跑过来 一会儿跑过去 没个不孝的 您记我这个法 好不好 周幽王眯着眼睛 拍着手 说 那还不好 就这么办吧 他们说走就走 带着包四到了离山 有一位伯爵诸侯 那时候诸侯分为公 侯伯子男五等 伯爵是第三等诸侯 就是周宣王的兄弟 周幽王的叔叔郑伯友 得了这个气儿 怕他们出乱子 赶紧跑到离山 劝天王别这么拙 周幽王正在信头上 这种话哪听得进去 他气着说 我在宫里闷得慌 难得跟娘娘出来一趟 放放烟火 接姐妹儿 这也用得着你管吗 真的 风火一点起来 半夜里满天全是火光 一眼瞧过去 不论远近 全是火柱子 临近的诸侯 看见了风火 赶紧带领着兵马 跑到京城 听说天王在离山 又急着赶到离山 没想到 到了那儿 一个敌人也看不见 也不像打仗的样子 光听见音乐 和唱歌的声音 大伙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周幽王叫人去 对他们说 辛苦了 各位 没有敌人 你们回去吧 诸侯们这才知道 上了天王的当 一个个气得 肚子都快破了 包四压根而不知道 他们闹的是什么玩意儿 他瞧见了这许多兵马 忙来忙去 一点意思也没有 跟掐了脑袋的苍蝇似的 在那儿瞎撞 他问周幽王 这是怎么回事 周幽王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他 还歪着脖子 带笑地问 好看吗 包四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说 呵呵 真好看 亏您想得出这玩意儿 这位糊涂到家的天王 还当包四 真笑了呢 心里一高兴 就把一千两黄金 赏给了那个小人 国师傅 这才欢欢喜喜地回来了 包四生个儿子 叫伯福 公元前777年 周幽王五年 周幽王把原来的王后 和太子依旧废了 立包四为王后 伯福为太子 依旧的母亲 是生侯的女儿 依旧逃到他姥姥家 申国 古国民 在河南省南阳试北去了 生侯知道了周幽王 要办他的罪 还要杀害依旧 就勾结了西戎 向周氏进攻 周幽王叫国师傅 赶紧把风火点起来 那些诸婆 上回上了当 这回就当天王 又在开玩笑 全都不理他 风火黑天白日地点着 也没有一个救兵来 京城里的兵马 本来不多 只有一个郑伯友 算是大将 出去抵挡了一阵 可是他的人马太少 末了 给敌人围住 被乱建设死了 周幽王和国师傅 还有伯福 慌忙逃到离山 全都给西戎杀了 连那个老 关在宫里没有 真正开过一次 笑脸的美人儿 也给他们抢去了 这回打仗 死了不少人 那些逃难的大臣们 虽说没有用处 可是记性挺好 这会儿 他们想起周宣王 叫杜伯 逮妖精那回事来了 他们说 包四这一笑 风火台就不灵了 这还不是个妖精祸害 给人逮了去 活该 老百姓可都说周幽王 国师傅他们该死 也怪身后不该借了 西戎的兵马来打自己人 郑伯友越国尽忠 死得可怜 老百姓全盼望着 能有人像他那样 出来抵抗西戎 平 周幽王 风火系诸侯 这故事 在文学戏剧中 也传送了两千多年了 古人 把包四当作妖精也就罢了 惊人如果还吃此种观点 只能说是名乱不灵了 实际上 自古以来 清成清国的美人 一直就是政治的牺牲品 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地位 只能沦为强权者的玩物 而在世袭制的强权统治下 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女人就被妖魔化了 成了男性统治者 荒莹悟道 导致灾难的替罪羊 就本利而言 包四不过恰好满足了 周幽王的欲望而已 换做其他的女人 周幽王同样会干出 这样荒诞的事情来 风火系诸侯这个事件 本身分析起来就是 狼来了故事的翻版 周幽王首先不讲信用 失去了天王应有的 最基本的信用 自然没有资格责怪诸侯不来救援 身侯引熙戎来犯 虽是自保之举 但导致百姓生灵涂炭 也是罪过不小 郑伯友尽知尽责 为国此难 在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生育 也为日后正国国军 和周天王的争斗 埋下了导火索 为国军者 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 政治上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 很可能就是败亡生死 根本没有修正的机会 感谢收看